嗨 终于有时间去录制变形金刚的玩具了 啊 为什么我持续的那么久没有去介绍变形金刚的玩具呢 哈 有很多点 第一 我学校有功课太多 第二 我要装钢 钢弹的一个 那个 模型 第三 我还要去 买那些 Cyberverse里面应该有的 一些变形金刚的角色 啊 第一 我还要去买 我需要的飞机的模型 以后呢 我会跟你们大家说什么是飞机的模型了 OK 嗯 首先呢 我们先开始介绍这个autobot arc 你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要介绍多少只变形金刚呢 这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多的变形金刚 看了都吓死你 OK 就是那么多了 我非常多啊 哈哈 不要说我疯了 其实我们有疯尴尬好而已 首先呢来介绍这个autobot arc autobot arc的这个啊 造型呢非常符合到这个啊 电影里面应该有的一个造型以及形态 啊当然呢后面呢真的是有一个啊 四个喷射引擎孔在后面 啊非常的正典型漂亮的一个autobot arc autobot arc啊 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呢 买了第二天的时候 玩玩了两天的时候才发现到 既然呢有这个东西呢存在在 这个 这个太空船里面 autobot arc呢它的中文名 名字的一个翻译呢叫做啊博派的方舟 但是中文翻译呢是叫啊 既成人方舟啊 既成人方舟非常不好听 所以呢 我们就改用这啊博派的方舟了 嗯 这个透明子弹呢是我找了两天的时间 才把它找出来了 他是在那个autobot arc里面的那个 啊 透明白色的一个包装里面的啊 非常的不明显的 才能去发现到它的一个存在啊 啊 ok 这边我找到就没关系了 autobot arc可惜的地方呢 它的驾驶舱的地方是不能去移动的 什么意思呢 你们都大家都知道啊 autobot arc的一个驾驶舱呢 是可以移动式的 把它移出来 转到下面去 再转到这里来 好像是啊 驾驶舱是从它的尾部伸出来的样子 这在电影里面啊 autobot在那个驾驶舱的地方呢 涉及那个变形 狂派变形金刚的时候 所用的一个武器在这里了 ok autobot arc 跟随autobot arc的一个变形金刚呢 有就是 也就是这只 roller了 就是在介绍这个小家伙 现在介绍autobot arc autobot arc 他有的附带那个声音 以及灯光那个效果 啊 这里就附提一下 ok 买回来的时候呢 autobot arc 他是没有附带电池在这个 啊 啊 太空船里面是要你另外的 在把这个这下面的螺丝呢 给拆出来 再放一些电池在里面 是我不喜欢的一个 一个啊 想法以及 啊 啊 设计了 给没关系 至少呢 我 啊 算了 提过就算了 给灯光效果是在这里 这里呢 有一个啊 橙色的一个按钮 看到这个按钮吗 这个按钮 按了去呢 就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啊 造型以及灯光那个效果 就是啊 博派方舟在射击的时候 使用那个声音了 第二个声音呢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就是把驾驶枪给打开啊 是的 驾驶枪是给打开了一个博派的方舟 后来把呢 这个 我们变形金刚 博派变形金刚里面的领袖呢 不是领袖 应该是领导者 是吗 我不知道 总之呢 啊 有两个领袖 两个领导者 真是让我头痛了 就是就是 驾驶这个 AutoBot Arc的一个长官 Central Prime 把他放在 放里面站着呢 他就有这样子声音了 OK 那就是那个啊 飞机在启动的时候 啊 所有人的引擎发 发动的一个声音 以及灯光的效果 车听一次 啊 太多时间 所以就算了 现在介绍这个Central Prime Central Prime 啊 给Central Prime 在这里呢 是呈现了啊 博派变形金刚里面啊 最强的一只啊 变形金刚啊 他在这里呢 有附带一些武器在这里了 OK 转送在这个Central Prime的身上 其实呢 这个Central Prime的这个啊 影片呢 我已经早早已经就录好了 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呢 我把它删除掉 因为他介绍的不够好啊 之前呢 介绍嗯 那就算了 把他的武器呢 卡在他的手上 给他去握着 OK 这里是一样 嗯 稍微的卡进去 就像老校说的啊 他的武器呢 千万不要啊 过分的把它拆除就放进去 拆足就放进去 不然的话呢 他的手呢 会啊 导致说他的手呢 会啊 稍微的松去 不然就是把他的手指这里呢 给弄白 或者是弄断了一个 这个事情就出现了 OK 就Central呢 在电影里面使用那个武器了 这把刀啊 非常的危险啊 这把刀非常的危险 因为他把这个 Optimus Prime 的右手给砍掉 砍掉他的右手 啊 非常的痛 但是这里啊 不要啊 啊 算了 OK 介绍这个Central Prime的 一个变身的过程 首先呢 先把这个盾盘呢 给他 OK 移出来 移出来的时候呢 你要稍微的有一点 45度角 给他把它 倒出来 变身的过程呢 首先呢 我们先把他的盾盘呢 给他把这个盾盘呢 这个下半部位呢 给他折一半上去 这里把扣子弄松 折一半上去 再把这个排水管的地方呢 给他 打直上去上面 成这样的形态 介绍他变身过程 介绍他变身过程呢 那之前呢 啊 我们先来了他的 一个可动性嘛 一个可动的一个关节 他能动的地方呢 手呢 是给他360度 是没有问题的 啊 手手走的地方呢 是稍微可以往90度的地方 这样子 但是不能转斗 啊 转动器啊 左和右了 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啊 头呢 是卡死呢 只能往上看 你就往下看一拉 脚的部位呢 可以往前踢 啊 往后踢 膝盖都是可以 转弯也是可以的 脚板的部位呢 是稍微有点 这样子的一个去移动 可以摆出啊 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战斗姿势吧 啊 我给你的满分呢 非常高 因为Central Prime呢 是我第一个拥有的一个Cyberverse的玩具 OK 变成的过程 首先呢 我们把它的后面这个翅膀呢 啊 不是翅膀 它的披风 把它移到这个角度来 再把它看上去上面 往上去 呈现了V字形的一个造型 再来把它整个的搬下来 专注在手的部位 手的地方呢 把这个 手呢 给它打成这样子的一个 啊 这个想要飞翔的一个造型 再把这个 R的 这个R字 R字呢 把它转到前面来 这就对了 把它头呢 往后面给 推下去 OK 再来把它的这个手的部位呢 给它 脚的部位吧 脚的部位 给它扣起来 脚板的部位 哦 非常紧 再来把这个 脚呢 给它打180度 握去后面 把脚的这个部位呢 给它 连接在一起 和尾 OK 好的 车子 形态呢 基本上就出现了 再来把这个手的部位呢 稍微的 这样子 头部位 侧头部位 这样子 往上看一下 再呢 一边往一边往上 后来呢 一边就把它慢慢的扣进去 它的 车子 这个旁边的部位 扣进去里面 扣进去里面 OK 再来把这个 部位呢 给它 搬下来 往里面推一下 刚才呢 这个它的盾盘 变成那个排水管的 一个造型呢 把它塞到里面去 把它的披风呢 给它 把这个盾盘呢 扣在一起 和尾一一起来 所以呢 它的盾盘呢 武器呢 是存存在这个消防车的这个 上半部位啊 它的这个 等于是它的排水管 OK 哇 它的下面呢 这里有个突袭物 这里它的刀 这上面呢 有个洞 把它卡在这个上面去 卡着 脚的部位也是 里面的突袭物 这里有个东西 卡在一起 它的变身过程 就这么结束了 OK 滚动性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喜欢 非常符合到啊 真正的那个Rosenbauer 应该有的 一个啊 消防车的造型啊 不知道是我的 Central Prime 还是梅子Central Prime 它的 这个部位呢 稍微的有点 缝隙 和不紧 我试试看 哎 奇迹耶 合紧啦 好啊 嗯 先介绍这个autobot arc 它能变形 它变形呢 首先呢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 后面尾部这个枪呢 给它拔出来 OK 这个在说明书说的 它这个是一把镭射枪 OK 镭射枪 两个都要拔起来 OK 把它放在旁边去 变身呢 我们可以听到 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声音 OK 也就是 把这个 两边 字旁的部位呢 不是字旁的 机身的部位 把 往旁边 挫开来呢 它就会有 这样子的造型 这个扣子弄松 挫开来呢 就会有这样子的 啊哈 变形金刚第一代里面 应该拥有的一个变形的声音 我非常的怀念 非常的喜欢 嗯 现在来介绍这个 旁边的变身呢 啊对不起 旁边的变身呢 从这里打开来 这里是一样 为什么我每次动到都会去按到这个东西 哎 真是不解 嗯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来介绍它的 右边啊 我的右边 OK 右边的这里呢 呃 是给把它这个 搬出来的 这个五根东西呢 搬出来 理论上来说 它就是一个啊 在电影里面 啊 Central Prime 一直去追求的一个 pillar 也就是啊 怎么说呢 这个传 传送机吧 应该是 吧 啊 很多人在这边说呢 为什么这个五根 五根pillar呢 就有一个是有颜色的 颜色的一个造型在这里 啊那是因为啊 这个四根呢是没有颜色的 这是一个啊 配角 这个就是主角了 什么意思呢 他们四个 啊 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他们的他们的领袖 这个就是一个control pillar 它的一个 怎么说呢 Central Prime一动到这个啊 怎么说好呢 嗯 你懂我意思了 总之这个就是主主机啊 OK 他们就是就是这个控制他们才能发 啊 嗯 发生他们的作用呢 可以 啊 就像这样啊 这个就是pillar 的一个五根pillar在这里了 OK 你看又在按到了 就是是的 啊 酸了 OK 在这里呢 OK 修一下他的左边 他的左边呢 这个一个 这个睡床 病床啊 哎 把他这样子一个造型呢 搬起来 他就有一个睡床在这边 啊 可以 嗯 睡床 睡床呢 他这个啊 有一个机器手臂呢 啊 跟着那个 这个 透明子弹一起包在一起的 所以呢 我两天后才来找到这个机器手臂了 啊 有一点呢 是我没有发现到的 这个东西呢 也就是说明书啊 啊 他的 他的包装那个后面呢 包装的后面啊 啊 有那个两管蓝色枪呢 卡在 这个部位 以及在旁边的部位 我当初呢 找也找不到 原来就是这个两只东西 啊 这个也是啊 叙述呢 啊 林家旭先生 啊 来跟我们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你们去他的频道里面就他的影片了 ok 这些东西呢 是给 这里的图起物 啊 像金色这个图起物啊 他的这个上面一个洞 把它卡进去 啊 这是左边 ok 就呈现那个有个雷射枪 在这里的造型了 就在按道你是怎样啊 真是的 嗯 算了 啊 这个就是另外一把 右边的 马卡在进去 非常紧了 那现在呢 我们来介绍他呢 这个部位了 哈 终于轮到你上场了 嘿啊 真是 ok 轮到你上场呢 首先呢 我们把sender的try 变成那个叫后攻击形态呢 再来把它放到上面去 你就会听到这样子的声音了 终于轮到你上场啊 真是的 ok 再来把这个旁边这个部位呢 这个小小的一个啊 一个图起物呢 ok 在这里稍微的往后面推一下 就会发生有一个灯光的效果 以及声音的效果 所以说sender的prime会怎样 ok 就像这样 往后面推呢 就会这样子 oh sender的prime滚出来了 啊 翻车 什么回事啊 应该是sender的prime做坏事太多 所以他会翻车 哈哈 ok 他就是这样子玩了 第二个部位呢 有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小的部位 小的部位呢 我们是请出这个 我们的好兄弟 大家是对他反感的一个好兄弟 bombobi 啊 bombobi呢 是我在啊 前两个星期 星期 星期之前呢 啊 所购买的一个小型laying class 哈哈 终于得到了 就是bombobi 非常的高兴 哈哈哈哈 嗯 这个bombobi 它的可动性 灵活度呢 是稍微逊色一点 因为它是小型的laying class 而不是这个command class 这个laying class 啊 它的可动性呢 是手呢 不能给打360 就这样子一拉 脚的部位呢 可以往前踢 往后踢 膝盖倒是不能动 前吟收回膝盖能动 ok 啊 ok 脚板的部位呢 跟centernal prime一样 可以稍微的这样子去 动力了 ok 所以呢 它 哎 就这样子了 就像我说的 Cyberbus的一个小型的玩具呢 它的左手右手的设计不一样 要不然就是它的左手的设计 就是有 手指的出现 但是帮忙碧呢 是相反呢 它的右手呢 是呈现一个炮的一个形态 ok 但是没关系了 接上它的变身过程 首先呢 把帮忙碧的脚板呢 给它折到上面去 再来把手的部位呢 给它打成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把整个车头部位呢 给它往上面看 去呈现了车子的形态 把脚的部位呢 里面这个有突袭物 这里面有个扣子 把它扣进去里面 这里是一样 再来把它 两个车尾的部位呢 给它联合起来 ok 再来把这个 车车门的部位呢 车车门的部位呢 给它 你让你们去扣起来 这里是一样 小型的帮忙碧的变身过程 就这么结束了 它呢 跟第二级的帮忙碧呢 不一样的是 它的这个黑色的这个条纹呢 黑色这个线呢 啊 在第三级的帮忙碧呢 它它的线呢 是从头连接到尾的 第二呢 变形成的第一 第二呢 它呢 黑色这条线呢 是没有连接的 是的 什么意思呢 第一和第二的帮忙碧呢 它只有前面 以及后面的一辣 上面 彻底的部位是没有 一个黑色的一个条 我在上面 这个是小小的一个设计啊 看谁说到 要介绍这个部位 也就是帮忙碧控制的 这个部位 再来呢 把忙碧呢 变回到 啊 变形金刚的一个形态 首先呢 把它的手的部位呢 搬开来 给它上面去 ok 再来把脚的部位呢 给它分开 拉子出来 把脚板呢 搬下来 把手的部位呢 给它往前面看一下 把车头 把车头 往下 就呈现这样子的形态 它这个小型的矮冬瓜 介绍它的这个部位 它这个部位呢 是给帮忙碧在上面 这样子去拿着这个武器 去控制这个啊炮 ok 这个炮呢 是可以稍微的往 啊 180度吧 如果从这里算起 就往180度 可以 这也是转动了一个可动性 只能转180度 是非常可惜地方啊 但是给理解的一个可惜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有装一个电池以及 电线灯光在里面啊 灯泡 LED LED的灯泡在里面 这里呢 有个小按钮 啊 ok 在这里这个小按钮 这里的小小的按钮呢 按下去呢 所以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灯光效果 以及声音的效果了 啊 就是猫笔 在开箱 啊 这里呢 ok 就我灯光的效果 就声音的效果了 ok 猫笔呢 你可以去休息了 这样介绍它的这个啊 监牢监狱 把这个打成90度过去后面 啊 ok 对不起 他那些监狱呢 啊 在说明书呢 他关了一个狂派变形金刚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这一部 Decepticon 你的crank case crank case呢 我在这里就不会介绍它的变身过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变身过程我之前有介绍了 你们去找看啊 我之前介绍了一个玩具了 一个影片 ok 他的这个监狱的部位呢 他是有个弹簧式的 一个门 所以呢 他去把这个crank case呢 灌在这个里面 啊 放我出去啊 嗯 就像这样啊 ok 再来介绍它的一个上面 上面 哇 这个autobot R 非常多东西要去介绍 哈 非常的累啊 把这上面的部位呢打开 呈现这样子的这个造型 往上看一点 把我们的 把我们的 autobot autobot的commander class suburbus commander class里面的 optimus prime 在那上面 i am optimus prime i am optimus prime i send this message to finding autobot taken red future to bump the star 哈 所以呢 optimus prime呢 可以在那上面去指挥 大家要做什么东西了 i am optimus prime 讲到optimus prime 讲到optimus prime 就介绍 optimus prime 啦 非常多东西介绍啊 兴奋吗 啊 其实来说我非常的兴奋啊 ok ok 对不起 optimus prime 啊 它的造型呢 非常符合到电影里面 应该有的造型啊 除了它这个 后面这个书包那个造型呢 非常的不符合啊 因为它的这个轮胎的部位呢 是在脚的这个 大腿的部位呈现出来 而不是后面这个书包了 但是没关系 是可以理解的一个 一个造型了 它的 现在介绍它的灵活度啊 手的部位是可以打360度 可以往上 往下 手的部位呢可以打 至少应该要有180度的一个 一个角度 非常的喜欢 可惜呢 它没有往外 往里面的一个造型了 非常 啊 没有关系 头的部位是卡死的 脚的部位呢可以往前踢 啊 往后踢 啊 膝盖都是可以 但是是没有个转弯的 但是没有关系了 可以 一个小型的环境 你要它怎样呢 现在来来接受它那个武器 它的武器呢 啊 放哪里啊 啊哈 对不起 这就是它那个枪 这个optimus prime呢 是我 单买的这个optimus prime 而没有去跟随它的一个画柜了 它的武器就是这个两把枪 以及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jetpack 是要看着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角度 把它这个扣子呢 扣到它的背部上面去 就呈现了 大家所期待的一个 Reader class Jack Wing Optimus Prime 但是这个不是Reader class 这个只是一个小型的Commander class Legend class 欸 Commander class的Cyberverse玩具 OK 呈现它可以飞行的一个状态 甚至一提啊 啊 optimus prime的Reader class呢 我是没有去介绍 因为Reader class是非常特别的一个 一个啊 怎么说呢 一个细节的一个变形金刚 数一数二 非常设计上最好的一个变形金刚 所以呢 我会花一点时间呢 再来去介绍 这个Reader class的Optimus Prime 也 也 顺便去介绍这个Reader class的Center的Prime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嘿 你们懂啊 对不起 介绍它的变身的过程 首先呢 我最喜欢做的部位呢 第一个呢 就把它的手呢 打上去上面 呈现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再来把这个 后面的部位呢 给它身体的部位分开来 再来把头呢 给它往里面看 这里呢 我也是要说一句了 混蛋说明书呢 是要把你自己 是要把这个部位呢 直接的转到后面去 老肖也说过 转到后面去呢 有可能把这个玩具给弄坏啊 幸好我们是有去注意到一下 谢谢你老肖 啊 说到老肖啊 老肖 我希望你不能 停止去录制变形金刚的玩具啊 一旦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呢 我感到 心里面感到好像是 少了一块肉的感觉啊 好像少了一个家人的感觉 啊 但是 说到这里就算了 再来把这个 啊 后面这个轮胎的部位呢 给它往里面看一下 就把它扣起来 ok 现在把这个 部位呢 给它 弄松之后 转180度 过去后面 再来把脚的部位呢 给它合起来 再来把它往上面看 啊 把它这个手的这个 旁边这个手的部位呢 给它往后面 搬起来 扣到里面去 ok 再把车的部位呢 往里面 刷进去里面 啊 ok 稍微有点亮哦 对不起 因为我的亮度呢 是在 左边 射进来 ok 这个就是Optim Trine 在PW的一个造型 PW 哇 哇 哇 非常的漂亮 嗯 非常庆幸的去得到这个Optim Trine 因为呢 有这么多的立正 class 少了Optim Trine 就是少了一个领袖啊 哈哈 哈哈 终于买到了 所以这 PW呢 如果把这个Jack Pack呢 放到上面去呢 是感觉有点格格不入的造型 所以呢 我不放了 这里就修过 大家看就算了 它的武器 看到非常 附带 附带 有附带武器 不是说 不是说 缺点啊 是它的优点 但是武器过多呢 只是稍微的 呈现那个垃圾的一个 啊 事情出现了 ok Optimus Prime 先来介绍它的这个Optimus Arc Optimus Arc Optimus Arc 它的这个 左边啊 它的左边呢 我们就要请出 Love Food Love Food呢 我之前好像是有介绍到啊 应该是有介绍啊 我有介绍它的变成过程 这里的就神力过就算了 再来呢 我们请出我们的医疗长官 Optimus Ratchet 非常的哥哥不入耶 你看 Ratchet呢 他的身高呢 应该有这么高才对 应该有那么高 不可能跟乐夫呢 要同同样那个尺寸 对不起 OK 这样呢 大家知道啊 都知道啊 AutoBud Tox Robust呢 以及 Love Food 还有一个 Toxpin呢 他们是负责是 负责照顾 守护那个 AutoBud的啊 一个太空太空的那个 火箭 的一个基地 应该那么说 Azang Game 大家知道了 看回电影你们就知道了 OK 他们呢 变成过程了我会省略掉 所以呢 这个他们两个呢 今天的 一个细节呢 到此为止了 但是呢 我们重点是呢 要介绍这个AutoBud的 Love Food 以及AutoBud的 一个Ratchet Love Food呢 大家知道 他是一个怀孕的一个 机器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个大肚子在这边 非常的难看哦 就像老少说呢 他有一个 生孩子的一个造型 这里呢 是有一个病床 所以呢 Love Food呢 在这里呢 是要等着 他的医疗长官呢 去把他 开刀动手术生儿子的一个造型 在这里呈现了 哈哈 非常的好笑 可能本人是这么的问维啊 非常的梗 所以呢 这里就提过来说了 就算了 介绍这个AutoBud 又在按到底是怎样啊 OK 算了 我对自己说过啊 不要 不要对这个东西而发脾气 OK 就介绍了一个AutoBud Ratchet 他的脸部那个造型呢 非常像一个星星Gorgila的一个造型 非常的难看 但是没关系哦 介绍了那个灵活度 手的部位呢 可以打360度尾了 看呢 手的部位是 手肘部位呢 可以转180度 你可以稍微的往上面看 往上面看 往上面提一下 90度位了 OK 脚的部位呢 可以往前踢 往后踢 膝盖倒是不能转弯了 因为他是个Legend class 而不是commanded class了 介绍他的一个啊 变身的过程 变身呢 首先呢 把他这个门板的这个部位呢 给他搬出来 把手的部位呢 给他离出来 再来把他这里转180度 过来后面 可以呈现这样子的形态 再来把这个车头部位呢 应该说背部的部位 把它搬起来 把车头部位呢 还有头部位 看到吗 这个头部位 往下面看 盖起来 再来把这个 手的部位吧 手的部位呢 往里面扣起来 这里是一样 再来把脚 这里呢 有个突起来的部位 而脚下面有个这个洞 两个洞啊 可以把它卡在一起 AutoBot Ratchet的变身过程 就这么的结束了 啊 相信大家知道 Optimus Prime 带了这个Ratchet呢 上去呢 旧的这只Central Prime 旧的Central Prime下来了 就像这样的一个故事了 OK 嗯 现在来介绍这个AutoBot Arc呢 这个部位 AutoBot Arc AutoBot Arc 这个两个武器 啊 左右边都可以了 OK左右边都可以 左右边都可以把它拔出来了 但是拔出来也没有它的意义啊 OK 本来是这么认为 把这扣回去 OK 啊 这里就是示范大家看一下了 这个它的这个左边的部位呢 它是有一个子弹的一个造型的呈现 但是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按 可以去发射这个子弹了 OK 这存存存这个子弹子弹的部位而已了 但是这个部位呢是上面呢 有一个金色的一个部位 按下去呢 还有子弹就会发射 OK 它子弹发射了 左边就不能 右边就可以 OK 非常的垃圾 啊 提到这里呢 现在介绍什么啊 啊 对 哼 我们再介绍那个 我们Desepticon 终于轮到我们Desepticon 从那个角色出现了 你就是Desepticon里面的啊 嗯啊 嗯啊 嗯啊嗯啊嗯啊 嗯啊 嗯啊 这个蓝蓝多的变形金刚 Desepticon里面的Megatron 嗯 Megatron 我非常的喜欢啊 我非常的气息 也可以得到这个Commander Class的Megatron 我非常的喜欢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非常喜欢Megatron的一个角色 它的脸部的部位呢 是稍微的 啊 有点好像是受伤过的一个造型 非常符合到电影里面应该有的一个形态造型了 它的枪呢 是没有在电影里面出现过的 我是没有看到Megatron拿着这么庞大的一个枪 啊 可以找autobot 嗯 嗯 OK就像这样了 再来介绍它的一个武器 它这个武器呢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呢 这个说明书里面所提到的东西呢 你倒是没有去注意到了 就是这把枪呢 可以把它合起来 这里呢 给它扣起来 就可以 呈现了这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镭射枪 现在呢 我不会把它去握在手上了 因为非常的浪费时间了 OK 这个枪的部位呢 给它伸进去里面 再来把它那个合起来 OK 呈现了油桶的形态 OK Megatron 基本上那个灵活度 它那个灵活度呢 手的部位可以达360度 非常喜欢 可以稍微的往上面看 你往上面提一下 啊 附体啊 它的头呢 是可以稍微的往上面看 非常好 但是 左右呢 都是不能的 啊 手呢 可以达360度都没问题 手的这部位呢 可以达180度 这造型 啊 手肘的部位呢 可以这样子转 可以往里面 往外面啊 非常的好啊 终于有一个 可以往里面往外面 这个computer class 它的脚的部位呢 可以往前踢 啊 往后踢 可以往旁边 这样子 脚的部位呢 都是可以 这样子转弯 啊 膝盖都是可以 嗯 可以 嗯 知道这个Megatron的变身的过程 首先呢 我们先把它的手的部位呢 给它打到上面去 把这个部位扣起来 ok 这里是一样 对不起 再来把这个侧头部位呢 往上面 啊 胸部这方往上面 搬起来 再来把这个手的部位呢 给它往上面 移上去上面 把侧头部位呢 给它盖起来 扣起来 这么说 ok 把脚的部位呢 给转180度 啊 轮胎的部位呢 往后面 180度 挂起后面 再来把这个脚的部位呢 给它 扣起来 ok 再来把这个部位呢 给它 缩进去 这样子缩 缩缩缩 ok 呈现这种非常短的一个 卡车头了 后来再把这个脚板的部位呢 给它往上面 看啊 搬起来 扣起去 ok Megatron 再来把这油桶呢 还盖起来 啊 可惜呢 我还没有它的那个 action set 有时 Megatron后面呢 有一个货柜的一个 造型 我没有去购买呢 因为 购买了 有没有它的意义啊 ok 这Megatron呈现了一个 像跟 Mac M-A-C-K 嗯 这里可以看到吗 你们看 可以看到吗 M-A-C-K 嗯 OK M-A-C-K 看到在车头 这个部位有M-A-C-K Mac ok Mac的车子呢 是非常 比较PB的车子呢 稍微的小了一点 但是这里呢 Mac的车子呢 比PB的车子还大了又宽的不少 啊 OK 这里的提过说就算了 啊 现在介绍什么呢 啊 对了 说的那么多了 我差点把一个东西给忘掉了 AutoBot Roller 啊哈 AutoBot Roller呢 你们对他有印象吗 他的主人你们知道吗 是谁吗 他的主人就是他 Optimus Prime 为什么说他Optimus Prime是他的主人呢 因为AutoBot Roller呢 是Optimus Prime在初代的变形金刚的一个卡通里面呢 啊 他是还有一个货柜 货柜里面有个小量小小车子出出来的一个形态呢 就是这个AutoBot Roller啦 不信呢 你就去 你去啊 Google 去找看 Roller是什么东西了 G1 Roller OK 嗯 这个Roller呢 他那个灵活度呢 是给 手的部位给打上百六十度啊 这样子去往里往外了 就这样啊 头的部位是卡死的 右手的部位呢 是稍微的好的一点 可以往上面往下面啊 膝盖啊 手肘都是可以去动膝盖 脚的部位呢 可以往前踢啊 往后踢 往旁边都可以啊 膝盖都是可以转弯都是不能啊 嗯 Roller 现在来介绍他的变身的过程 首先呢 我先把他的这个部位呢 给他搬出来 把手的部位这里给他往里面 收音器 把这个上面呢 给他 搬起来 这个部位是一样 搬起来 现在把这个部位呢 给他转一百八十度 哎 九十度 往前面看一下 再来把这个部位呢 给他往上面看 呈现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脚的部位呢 在这里呢 给他把这个部位呢 给他搬出来 呈现这样的一个角度 转这个膝盖的部位 只转膝盖啊 再把这个里面扣起来 转膝盖移了 啊 就扣起来 他的扣的方式呢 非常的松啊 这里我就稍微的做一个摆设就 就算了 OK 啊 他的变身过程呢 就这么的简单的结束了 因为他是一个小型的LASION CLASS 这个呢 肯定就是一个NASA 所用的一个啊 专门器啊 外太空探测的一个机器啊 探测什么呢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太空人 他的这个左支的部位呢 是可以去移动 可以去上下左右移动 OK 都没问题 在那前面呢 有个小小的一个左支呢 一个左支 是左什么呢 我不知道 应该是啊 去那个夜球上面呢 去看有一个机器人掉的东西啊 把它捡起来 可以去收到这个autobot里面去啊 应该是吧 铁锅锅锅就算了 哎 说的那么多呢 哎 我们可惜的这个铁皮先生呢 是 被这个Central Prime干掉了 铁皮我应该是有去介绍过他的一个变身过程 啊 我有介绍过 嗯 嗯 可惜他把他被Central Prime给干掉啊 非常可惜的地方 啊 啊 可以 啊 还有我已经是了 Blocko 我曾经介绍过他的一个 那个影片呢 我稍微忘记提了一下 他的这个宠物啊 Scopinox呢 是给卡在他的这个后面了 什么意思呢 啊 这个下面呢 有一个小小那个洞呢 也卡在这个上面 啊 卡着 哎 还可以卡着在这里一个造型啊 是呈现在电影里面应该有的造型 奇怪啦 为什么Dog of the Moon里面有Blackout的存 Blackout的玩具存在呢 一人感到不解心态 你是Dog of the Moon里面的角色吗 应该不是 哎 ok 差点把他 忘记拿出来了 我们介绍呢 应该差不多到此结束了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AutoBot Arc呢 给他变回到 啊 交扣工具的形态啊 不是交扣工具的 啊 也就是那个 嗯 怎么说呢 啊 一个spaceship的一个形态 ok 收起来 把子弹子弹啊 扣进去里面 嗯 哎 这人是把他收进去上面 把这里来给扣起来 好了 变身 嗯 再来把这个雷射枪呢 给他盖到上面去 啊 哎 啊 啊 啊 这个介绍呢 差不多了 要结束了 但这里呢 我们是要提提一下 他的AutoBot Arc呢 他的上面呢 这个一个洞一个洞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非常大的洞呢 就是卡 Matec 这个武器 把他卡在上面去做个摆设 小的洞呢 都是卡什么呢 也是卡这个 小型command class的武器了 可以卡进去 你们没有问题啊 因为你们可以稍微去做的这个 小小的一个啊 造型在这里了 这里呢 稍微秀给大家看一下 我什么东西忘了去介绍 啊 这个部位 这个小小的杠子呢 我没有去介绍到 以及这个部位 这个杠子 这个杠子 我没有去介绍到 这个杠子 我没有介绍到 这个部位呢 这个扣子 我没有去介绍到 这个扣子 我没有介绍到 这个扣子呢 我也没有去介绍到 扣子 总之有扣子 或者是杠的地方呢 我统统没有去介绍到 因为为什么呢 哎 是我累了 就要这个autobot非常的累啊 哎 如果你们想看呢 这里就秀给大家看一下了啊 啊